你好 歡迎收看2月13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為了照顧台東縣內弱勢族群民眾 在租屋的部分可以減輕負擔 台東縣政府今年將持續舉辦租屋補助 補助金額是依照家庭人口數和租賃平數來計算 社會書表示說越早申請越早減輕負擔 期盼可以舒緩弱勢家庭的居住壓力 為了照顧台東縣內弱勢族群民眾 在租屋方面能夠減輕負擔 台東縣府今年將持續辦理 低收入戶以及身形障礙等經濟弱勢民眾租屋補助 補助金額將依照家庭人口數以及租賃平數來計算 我們低收入戶家庭是每瓶可以補助250元 如果你是單身的一個家庭 他最高補助就是6瓶1500 如果是兩口家庭的話 最高補助是8瓶 總共2000 三口家庭最高補助是12瓶是3000 他每每個月的一個租金的補助 上限不可以超過這個租金的50% 所以在低收入戶的部分 我們是全國最高額的每個月的一個補助 台東縣府近三年以來已經補助124戶低收入戶 而只要符合台東低收入戶 戶內三人以上每個月最高補助3000元 兩口家庭最高補助2000元 單口家庭也有最高1500元 而身上家庭福利方面 戶內三人以上每個月最高補助3740元 兩口家庭也最高補助2540元 而單口家庭最高1540元 對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身心障礙者的補助其實 他跟低收的補助標準有略略的不一樣 低收的部分 他是每瓶補助250 但我們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他是每瓶補助220元 只是他的坪數會比較高一點 他也是分單口的家庭 兩口家庭跟三口家庭 各自有不同的一個坪數的補助 如果有需要的一個民眾 希望可以各鄉政市公所 踴躍來申請補助 台東縣府也配合中央推動相關住宅政策 像是非六都第一棟指租不售的社會住宅 安居家園 以及出售型的幸福住宅 另外像是國家住宅中 新鮮在蓋設發包的海濱好事 以及寶藏好事 只會照顧更多裸實家庭 借完整台東縣報導